高明楼上海闯荡被富婆包养 巧真惨被抛弃却发现怀孕 马双甘心当接盘侠 可以说自从高双心抢走了高明楼的大学名楼 就彻底改变了高明楼的一生 高明楼从小就不甘心当一个农民 所以她拼命学习想要考上大学 来改变自己今后的生活 结果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 在当时各种通讯不发达的时候 给高明楼这样的小人兼计得逞的机会 就这样高明楼落榜了 高嘉玲本来还有再次复读一年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也一定会让她考上大学 但是老天再次给她开了个玩笑 家中的变故让高嘉玲只能被迫工作赚钱 就这样高嘉玲迎来了第一份工作名办教师 然而在转正这样关键的时刻 却因为意外导致高嘉玲受处分 以后没有办法教书了 如今的高嘉玲只能在家里种地 这对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报复的人是一种折磨 巧真从小就喜欢高嘉玲 无论高嘉玲做什么事情她都很支持 随着月长长大也是到了初夏的年纪 但是马双喜欢巧真并且上门提亲 让巧真被迫鼓足勇气向高嘉玲表白 高嘉玲其实对巧真也有好感 可能这种好感并不是爱情仅只是依靠 是巧真在无时无刻默默地帮助高嘉玲 所以两个人虽然在一起 但本身并没有爱情可言 巧真对子不知道 她能够跟高嘉玲在一起很开心 更是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不过在高嘉玲有机会去上海发展后彻底改变了 在上海高嘉玲很快展露头角 更是吸引了无数女生爱慕 其中更有一个富婆直接包养她 可怜的巧真就这样被抛弃了 树不知此时的巧真已经有了高嘉玲的孩子 得知真相的巧真痛不一生 幸好有马帅一直在默默爱着她 即便巧真有了身孕 也情愿和她结婚共度一生